这就是,那场大风暴的重现。那场恰好在他出生时发生,覆灭了八年前哈里森港护卫队全员,催垮港口城墙,将向古山祖祭台吹飞一半,让土著和帝国人至今都没有恢复元气的风暴。 伊恩安纳柱急速跳动的心,他屏息观察海兽的走向,然后心中烧宁,没有大碍。最近这几年哈里森港两侧建起了祖波堤,一般的渔群海兽根本无法越过,威胁不到港内,看来是吸取了过去的教训。 而海兽也不傻,人类的渔船和大舰对于它们来说也相当于可怖的巨兽,故而直接冲击港口码头的海兽极少,甚至就连鱼群中的掠食者都没有时间捕食身边唾手可得的猎物,只是在前海徘徊,瑟瑟发抖。 而且,说来也奇怪,这次海兽意外的少,至少比不上伊恩记忆中,三四月份回游伊沃克河的鲑鱼鱼潮。 此刻,非常危险。 眺望远方的风暴,伊恩很清楚这件事。 虽然不知道原因,但那能将整片海域主沸的可怖热量,或许就源自于西利亚德老师口中的一记迷宫。 它的力量是如此的浩大,即便是残余力量掀起的风暴,也远胜过16级大风,更不用说其中纵横的闪电,更是危险的让人站立。 但是,但是,就在这个即将迎来风暴,雷霆和奏雨的城市中,伊恩却感觉自己心跳很快。 不仅仅是恐惧,也不仅仅是紧张。 更多的,却是激动。 和一种由衷的向往。 伊恩喜欢这种景色。 他屏住呼吸,凝望着远方呼啸澎湃的裂风,凝视着那海底金红色的炽热光般,他贪婪地将云中纵横的闪电与云柱进收眼底,心激烈地跳动着。 罕见的景色,常人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的危险情况。 他就喜欢这种东西。 伊恩看见火山爆发会迷醉于那种致命的美,看见台风成型会感慨于那壮阔的力量,看见太空中太阳热免的喷发会激动得握紧双拳。 他并非是天灾爱好者,只是好奇一切在地球上难以得见的自然运动和场景。 他渴望见证那些不可思议寻常人很少能见到的景色。 所以,他一直都向往着星空,向往着宇宙中无尽星辰中,已经发生的,正在发生的,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。 双引号,但果然,还是命重要。 摇摇头,伊恩又不傻,他吐出口气,该回家了。 爱好是爱好,没了命怎么继续见证未来和奇景。 他只是一时失神,属于是性格中还不太成熟的一部分作祟,幸亏早就做好准备。 德回家把弟弟安置好。 最近这么两个月来,西利亚德一直都在家雇房子,设置避难所,伊恩也帮了不少忙。 别看远海的风暴看上去恐怖,实际上主体并不会直接冲着哈里森港来,毕竟旁边就是拜森山脉,这风暴的走向应该是沿着山脉,继续朝着西南行进,擦过搓探牙,然后向彷徨海涌去。 这也是为何彷徨海名为彷徨海的原因,因为那边就是绝大部分西南海域台风的归宿,天地稀吹彷徨之地,寻常船只一旦进入就在也别想归来,这场源于远海前纪元一季的大风暴也不例外。 但即便如此,即便仅仅是大风暴的余波,也足以动摇房屋,将人畜吹飞。 无论是哈里森港还是红山土著都必须承受冲击,双方的战斗肯定要告一段落,虎头蛇尾。 风暴之后,应该就能太平不少,恰好不少魔兽肯定也会受创,到时候就是我狩猎的时机。 怀着这样的心思,伊恩不再驻留,而是和其他路人一般,朝着家中狂奔。 然而,奔跑的过程中,他心中又泛起一丝疑虑。 不对,伊恩难难自语,无论是土著还是格兰特子爵,肯定都早已知晓大风暴即将来临,最多只是不知道具体时间,但他们还是决然发动战争,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提前防灾。 格兰特子爵和普德长老现在都在前线,土著的主力也在和他们对峙。 恰巧,因为风暴,他们很难迅速回原,现在的哈里森港守备极其空虚。 倘若土著早就做好准备。 没有丝毫迟疑,伊恩开启欲知世界。 仿佛像是远方沸腾的海物已经贴近港口,一层薄薄的雨雾在哈里森港兼顾的岩石房屋与街道上弥漫,雨水无法将其冲刷,裂风也只能将其微微吹得荡漾。 这清白色的雨雾是灵能场域在剧烈变动下显化出的异象,代表自然的震怒,天灾降临的预兆。 但如今,所有的一切异象都在伊恩眼前生腾而起的雾气中消散。 摒弃了一切特征,只以颜色以及雾气浓淡作为特征的预知世界,能够看见万物的吉凶以及未来。 转瞬间,暴雨中的哈里森港化作一片灰白的云雾团块,而在靠近伊恩的方向,好几个新红色的雾团正在快速移动。 甚至,还有一个正朝着他所在的方向急速靠近。 是土著,朝我来的。 不对,只是顺路。 因为对方身上的雾气太过眼熟,和土著打过好几次交道的伊恩轻松辨别出那些新红雾团的身份。 他下意识觉得对方可能又是冲着自己来,但仔细思考后立刻排除这一可能。 哈里森港本质上是个边疆地区的要塞军港,在他如今所处位置的前方,就有一座平日城卫军站港的塔楼,日常会有两到四位齿努城卫军驻扎。 很显然,这次土著侵入城内是有备而来,就像是哈里森港在土著中有线人一样,土著在港口内肯定也有像是他那便宜舅舅一般的内应。 他们很清楚这些塔楼的方位和具体细节,故而第一时间就派遣精锐,意图拔掉那些硬点子。 有心算无心,得拦住他。 伊恩很快做出决断,土著的入侵计划非常完善,哈里森港首军没有防备,在风暴中恐怕会损失惨重。 而没有塔楼的压制,无论土著的后续计划是什么,肯定都会非常顺利。 更何况,那座塔楼就负责他家周边的守备,帮人就是帮己。 但他还是不太了解泰拉世界。 星红的物团在风暴中飞驰,他们显然使用了某种办法可以忽视狂风带来的阻力,这些精锐猎手以最快的速度朝着错落在港口内侧的塔楼赶去。 他们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,摧毁哈里森港的内部防御力量,哪怕仅仅只是暂时的。 而在中途,他们并不介意顺手杀人。 呲,呲,呲。 急速的笑声响起,有些是弓弦震动,有些是吹剑极刺,还有些或许是飞刀飞石。 但不管是什么,在这些精锐猎手前进方向的哈里森港人都如稻草一般倒下。 在一声声惨叫和血色飞剑中,只能看见一道矮小的黑色影子在楼房的剑隙和顶层藤院挪移,收割生命。 朝着港东沿岸塔楼而去的精锐猎手放下手中的吹剑,掠过倒在自己身侧,正惊叫着摸向自己脑后,但身躯却因毒素逐渐坚硬的帝国人。 他感觉自己状态很好,迄今为止没有一次失守。 大萨满富雨的风铃之又能忽视一切外在风力的影响,虽然只能持续不到一个小时,但也足够完成任务,狠狠打击这群傲慢自大的可憎外来者。 他已经快要抵达自己的目的地,不过在经过一个路口时,猎手发现在路旁的角落中有一个白知名的孩童正瑟瑟发抖,是因为暴风雨来不及回家,又找不到避难的地方吗? 他从不思考这么多,猎手的本能让他以最娴熟快捷的速度抬起吹剑,预判锋利。 然后,朝着那孩童吹出毒刺。